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苏联前总书记克鲁晓夫 在莫斯科最高法院提出了国情报告 在他的演讲里面 他就公开论到史太林时代的横盲 克鲁晓夫在演讲的时候 听众里面竟然间有人 就静静地递了一张纸子出来 那张纸子令他很难看望 他就问他 总书记 史太林做这些残暴的事的时候 你在做什么呢 克鲁晓夫 他就很生气 他就问 谁写的这张纸子 没有人回应 他就说 给你一分钟 你一定要认 克鲁晓夫 他就宣布说 一分钟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 仍然没有人站起身 那之后 克鲁晓夫就说 好吧 我告诉你 我当时在做什么呢 他就说 我就是在做这张纸子的人所做的事 就是什么都没有做的 因为我怕被人认出来 我们人有时做很多事 都很害怕被人认出的 我们很怕就会告诉人 我们的立场在哪里 很怕坚定我们的立场 但是 上帝是却要我们 是有一个很坚定的立场 如果你说世界历史里面 有什么时候 上帝呼召人 要勇敢的站立 为他做见证呢 我觉得就是现在了 每一个信心的英雄 都乐意采取这个立场 末世曾经采取立场 和法老的军兵为地 以利亚 他就公开他的立场 他反对巴历的先知 保罗也是一样 保罗他也公开他的立场 他反对那些僵硬的律法主义 约翰 约翰他采取立场 反对皇帝的崇拜 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 公开的立场 就是一切立场里面 最勇敢的立场 罪是必定要付上 这个死亡的代价 其实爱 是讲求这个委身的 如果我们爱上帝 我们就乐意为他服务 乐意公开我们爱他的立场 我们如果不愿意 公开地讲我们的立场 很多时候闪闪缩缩缩 又不敢认 我们就会跌倒了 如果我们没有勇气站立 遵从良心的原则 我们的心就会因为妥协 而越变越硬 错都不知道 就好像比拉多 犹大 亚基柏王一样 我们的心灵 就会结不出果子 我们的心也会活得很痛苦 有一个很好的办法 就是说 我们要靠赖基督的恩典 忠于我们良心的信念 而乐意公开我们的立场 坚定我们的立场 如果我们有一个坚定的立场 那你会发觉 你的基督徒人生 是会过得很快乐 很轻松的 我是希曼 愿上帝祈福给你